大家好,我是一耀 这期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动作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可能你现在用不到 但是以后你肯定会用得到 现在身边有很多人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一些中老年人 他们都有拍变困难,拍不近 或者是便秘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很多朋友,非常的痛苦 有的人可能一两天一次 有的人可能三四天甚至是五六天 一周才会一次 如果有了便秘,轻则口苦口臭 面部,头发比较油腻 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引发肢肠癌等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有很多人用过很多的方法 有的人就说,我也多吃蔬菜了 也多喝水了 也多吃香蕉了 但是效果还是不好 如果你能学会今天我教大家的这个方法 你的肚子会马上蠕动起来 让你分分钟解决便秘的问题 首先仰卧,面部朝上 全身放松 手掌打开 用我们的手掌这样上下的去拍打小腹的两侧 在起床之前这样拍打一百下 力度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 适度就可以 慢慢的拍打完 就能感觉到肠道开始蠕动起来了 就像拍小皮球一样 让小腹产生一种有节奏的震动 这个运动足以推动气血往全身各个方向流动 是温部一种很好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采用柔腹 两手重叠放于腹部 围绕肚脐一周柔腹 手法一是要轻柔 二是要贴得紧 方向就是从左到右 顺着肾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这个方向顺时针按揉 两个动作做完以后 肠道就开始蠕动起来了 在起床以后 还要记得空腹喝一杯200毫升的白开水 整个过程就是起床之前 先拍 推 然后喝200毫升的温开水 动作非常简单 但是效果非常的神奇 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试一下 大家一定要把方法收藏起来 说不定哪天就会用上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